家庭是一个温馨的港湾,父母是儿女的依靠和支持,然而,有些父母可能会遇到一些儿女,他们并不是因为爱和关心来到父母身边,而是为了讨债,例如下列这几种儿女,就是来向父母讨债的,需要警惕,你的子女是这样吗?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败家的儿女,福贵是,活着这本书中的主人公,他年轻时真真正正是一个败家子,那时他家的成分是地主,家里有几百亩地,有很多为他家工作的店户,他那时从来不抽钱。 天天吃喝玩乐日子过得潇洒得很,后来他不幸沾染上了赌博,越赌越大越输越赌,终于在最后一次,他把家里的家产全部给输了个金光,自那以后,他们家就过上了十分穷苦养人鼻息的日子,而他爹也被他气得早早就撒手人寰。 像败家子福贵这样的儿女,相信并不少,他们只知道花钱痛快,从来不去考虑钱有多难挣,他们即使不沾染赌博,几次大的开支下来,也能把一个普通家庭搞垮,如果因此欠上巨债,对于普通收入的父母来说,更是雪上加霜。 但作为一个成年人,有义务为自己的错误买单,如果你家有败家的儿女,既然你已不堪重负,不如让她自己去面对这一切后果。 有的人没有经历风雨,她永远也不会长大。 长期依赖父母的儿女 女儿在成年后依然依赖父母,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,是一种对父母的讨债行为。 这些儿女经常要挟父母,用你是我的父母,你应该供养我来责任推给父母。 他们不愿意面对现实,没有追求事业或独立的能力,只会等待父母的援助,这种儿女会不停地向父母借钱。 却没有还的打算,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应当地将父母的爱当作自己的权益。 这些儿女的行为,是对父母辛勤努力的不尊重,同时也让父母陷入经济困境,父母应该采取措施,鼓励他们独立生活,有责任感,明确告诉他们自己能够提供的帮助有限,并教育他们理智的金钱观念。 永远跟父母关系不好的儿女,有些孩子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,就跟父母没啥好缘分,在成长的过程中,不是跟父母对谁干,就是跟父母作对,永远都站在父母的对立面。 相信不少父母都感同身受,我们夫妻俩为了养育孩子而付出了全部,为什么孩子还是不体谅父母,非要跟父母唱反调呢? 因为他们跟父母有着前世今生的仇怨,这些仇怨,不论你如何用爱化解,也还是徒劳无功,难道说,让孩子多读一点书,也还是无法改变孩子不孝的性情吗? 很难改变,从古至今,高学历的读书人不孝顺父母的案例,多的是,学历,教育,只能让一个人通常时,明白某些道理,但未必可以改变一个人古学当中的性情,除非,当事人经受了巨大的魔力。 永远跟父母对干的孩子,也许,不是他们想对抗父母,只是他们本性如此,业力如此,孽缘如此,无法改变罢了。 不懂感恩,只知道索取的儿女。 第一次为人父母,我们也总是缺少经验,所以有时候养着养着,就养出了只知道索取,不懂得感恩的孩子。 王姐第一次对儿子说不识,儿子已经26岁了,标准的农村大龄男青年,结婚困难户,但即使是儿子讨不到老婆,打一辈子光棍,王姐也下定决心不再对儿子兜底了。 作为农村独生子,王姐一直对儿子有求必应,几乎到了寒在嘴里怕话了,疼在手里怕飞了的程度,因为过度宠溺,儿子养成了等,靠,要的毛病,需要什么了? 只会张嘴要,不会动手证,这次,王姐的儿子要的是一辆15万左右的车,理由是有车了好找老婆。 王姐直接撂了电话,她对劝架的轴里说,这次真不能惯了,再不刹车,这个儿子就真完蛋了,错已经铸成,当下能做的,就是及时收手,让子女知道,父母也是有权利说不得,也是会对她说不得。 对父母不孝的儿女 古人有言,孝顺含生孝顺子 五逆还生五孽儿,孝顺的人,是有八九会生出孝顺的孩子,五逆的人,是有八九会生出不孝的孩子,父母的一举一动,会影响到后代人的性格和观念。 老李在四十岁的时候,就对老父老母特别不孝,哪怕父亲住院了,老李也不去照顾,这些事都被老李的儿子看在眼里。 二十年过去了,老李也六十岁了,有一次,老李进了医院,需要儿子来照顾,怎奈儿子不出现,还借口说工作太忙,没有时间,望着如此不孝的儿子。 老李回想起了以往的自己,这就等于,以往不孝顺父母的报应,如今也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,那些对父母不孝的人,他们的子女也不会孝顺他们,中了什么恶因,未来就会结出什么恶果,至少影响三代人。 大男临头个自飞的儿女 我们经常说夫妻本是同林鸟,大男临头个自飞,夫妻双方都会因为遭遇巨大的变故,而变得自私自利,相互分离,自私自利,本就是无法改变的人性,不仅夫妻如此,就连父母和子女也是如此,父母上了年纪,没有钱财,还卧病在床,子女就会远离父母,寄不出钱。 也不出力,让父母在病床上,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。 所谓酒病床前无孝子,酒瓶家中无嫌妻就是这个道理,父母生病的时间久了,孩子大概率都不会孝顺父母,这一点,只要我们看看当下农村老人的现状,就清楚了,子女为了逃离农村,摆脱贫穷,就会跑到大城市打拼, 而留下年迈的父母在农村,成为孤寡老人,父母会用尽一生的时间,去为子女付出,子女未必会用半生的时间去回馈父母,这两者的选择终究是不一样的,人性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纯粹。 客父母的儿女 有人疑惑,父母和孩子到底是相生,还是相克呢? 从辩证法的角度来说,既有相生的一面,也有相克的一面,相生相克,就是阴阳平衡,符合上文谈到的天道平衡的规律。 有的孩子气运旺盛,让父母有了巨大的财运,顺利赚到钱,有的孩子气运浅薄,拖了父母的后腿,哪怕父母很有钱,也都会走向衰败。 隋文帝杨坚,让亲王杨广做了太子,为了上位,杨广将父亲杨坚杀掉,十几年后,葬送了隋朝的天下,这,就是可父母的孩子。 唐高祖李渊,有一个儿子,名为李世民,帮他征服了大半个唐朝的天下,让身为父亲的李渊,登上了皇位,这,就是忘父母的孩子,克父母的孩子,未必就不孝,但一定会坏父母的事,哪怕父母再有能力,也会因为生了这一个孩子,而逐渐走下坡路,所克的,多半是命数和气数,只想宅家啃老的儿女。 日本韩国是老龄化特别严重的国家,而且,他们的年轻人生活压力也很大,在这种情势下,很多年轻人选择毕业之后,归缩在家,啃老不工作,于是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。 许多老年人,被迫重新回归社会上班,养着正当壮年的子女。 在我国,近几年慢慢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,全职儿女一词的兴起,正能说明问题,对于父母来说。 儿女毕业之后,能找个稳定的工作,正是反哺自己的时候,结果,她们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,拒绝进入社会,逼得自己一把年纪,还要跟其他年轻人竞争上岗,不得不说很是悲哀。 不过俗话说得好,有因必有果,除了第一种情况是运气使然,无法避免,后两种情况其实多少都应当引起父母的反思。 家庭是亲情的结合,这种温暖的关系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互助的基础上,然而,有一些儿女会利用父母的爱和依赖来讨债满足自己的需求。 作为父母,应该教育和引导子女正确的金钱观和价值观,让他们明白金钱的来源和用途,同时也要设定边界和底线,拒绝无理要求,并帮助他们建立理性的消费观念。 父母也要学会保护自己的权益,不被这种讨债行为所蒙蔽,同时,父母也要鼓励子女独立生活,有责任感,让他们明确自己能够提供的帮助有限。 并教育他们理智的金钱观念,只有这样,子女才能真正成为家庭的支持和依靠,而不是讨债的负担。 在家庭中,相互之间要建立坦诚和沟通的关系,让家庭成员之间能够更好地了解对方的需求和困难,共同解决问题。 只有这样,才能建立一个真正温馨和谐的家庭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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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订阅大道无形。